中央设计者萧柏阳彰化县29日电 彰化县政府10月10日在县立体育馆举办彰化国庆音乐会 邀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演出 由小提琴家廖家红担任指挥并邀歌手谢宇威 浩恩共同演出 彰化县政府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10月10日晚间7时30分 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彰化国庆音乐会 今天对外宣传彰化县政府副县长陈善报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长刘玄勇等人出席 邀宪明入场聆听 国庆音乐会免费入场 民众10月2日即可到彰化县政府服务台 彰化县立图书馆服务台 彰化县立美术馆服务台 原领演艺厅县内各乡镇公所服务台索取入场券 所完为止 陈善报说 县政府去年要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举办国庆音乐节获好评 今年继续举办国庆音乐会 盼未来持续举办 欢迎民众锁票入场 由于去年很多人进不了体育馆聆听 今年将在室外架设大型荧幕转播 感谢卫生电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宝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赞助 刘玄勇表示 音乐会将集聚特色西方交响乐加入台湾特色音乐 中西合璧演出卡司 还有或第15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演唱人奖的谢宇威 原著名歌手浩恩 并由知名小提琴家廖家红担任指挥 阵容坚强 邀民众共同来参与盛大的国庆音乐会 1060929